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常用的一些数学计算了 那么类似于Pandas 在南派里面也有很多的数学计算的函数 很多的名称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如何给每个数组的元素加10 然后每一个元素都乘以10 然后求整个数组的平均值 然后整个数组求和 然后怎么快速计算出一个二维数组的各行均值 各行的各列的均值等等 那么我们就以这里的这五个问题来去操作一下 看看在南派里面怎么做计算 好我们还是把它前置 好首先第一个 如何给每个数组的元素加10 在这儿呢我们来看看 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用这个 我们刚刚刚刚生成的一个二维数组 二乘三的数组啊 我们取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 Data Array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是随机生成的一个二乘三的数组 好那么我们现在想给整个这个数组里面 每个元素加10应该怎么加呢 非常非常简单啊 就是我们输入这个数组的名称 然后加10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结果 为大家来看这个时候呢 每一个Data Array的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就被加上了10 那么第二个问题 乘以10 想必大家也已经猜到了哈 很简单 只需要乘以10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 就进行了乘10的一个运算 第三个 如何求整个数组的平均值 那么大家 大家在Pandas里面学习求平均值的 就和函数叫min对吧 在Napai里面也一样啊 也叫min 也叫min 那么他有两种不同的写法 第一种写法呢 我们可以直接 Redata Array 点 min 直接输入这个 在这个数组的名称后面加一个点 加一个min 括号 就可以求出整个这个数组的一个均值 第二种写法呢 是NP 点 min 我们把数据呢 数组呢 放在 min 函数的这个括号里 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平均值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对 整个数组进行求和运算呢 是不是也 这个 很显然啊 就我们把min改成sum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第二种写法是什么 第二种写法 一样的NP 点 sum 括号 我们把Data Array 放进来 哎 同样的道理 两种不同的写法 啊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如何快速计算一个二维数组 的各行军值呢 以及各列军值呢 看我们现在正好是一个二维数组 对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 怎么求 各行军值 那么 在这个 min也好 啊 sum也好 这一类聚合函数里 它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参数 就是Axis 跟我们之前学的Pandas一样 这个Axis的这个参数呢 一或等于0 一或等于1 它来决定的是 你是按行计算 还是按列计算 如果Axis等于1 就是按行 等于0 就是按列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按行来计算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 data array 点 比如说我们求军值啊 按行 求军值 我们Axis 应该 Axis应该等于1 或者我们可以省略掉 Axis等于啊 我们直接写个1也行 那么如果是按列呢 我们就Axis等于0 那我就直接写一个0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按列 求出了每一列的 均值 那么这个呢 是举几个例子哈 让大家去学习一下 在array里 在Numpad里面怎么去做数学计算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呃 数学计算的函数哈 大家在之后用到的时候 自然会会去查我们的这个呃 其实是也好 还是去搜索也好啊 因为场景很多 在这就不一一给大家去介绍了